下面我们开始来讲解如何使用选择相应的屏差 譬如说我们现在拿到手上拿到这个屏 然后我们通过电脑的百度 通过百度里面搜索这个相应的型号 百度 大家看到百度这个型号之后 在里面选择相应的一个随便一个参数 就通过液晶评交易中心这个 通过评库的交易中心 汲取我们相关需要的资料 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需要提取的是1020x600 这个是它的分辨率 然后我们往下看 往下面看的时候 要看到这个信号的大类 它属于LVDS LVDS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LVDS屏的测试也就是LVDS 然后信号小类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要仔细再看一下 是LVDS的一路叫EChange 6bit 是跟这个的单6相对应 那么我们把我们刚才所对应的所有的资料 看到了所有的提取的信息 通过这边的进行提取之后 你们就可以看到1024x600 S代表这是单6位 S single 6bit 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屏 用这个选择03的编号 就能够正常点亮这个屏 在点10.1这个屏的时候 大家其实还要注意一下 有几个信息需要提取的 第一个是它的面板的电压 面板的电压是代表这个公平 就是对应我们这里的公平电压VCC 它要需要选择的是3.3V 我们也简称为这里简称为3V 一般用5V的话也不会烧平这样的 但是我们最好是严格按照定义来 它有可能会点有可能会不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再看看 因为10.1的屏在背光电压 背光电路这一块 它有一个初始电压 因为这个屏它本身的话 它已经有了深压模块 已经就是自带横流模块了 这个时候大家特别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10.1的屏有5V的背光电压 初始电压 也有这个宽电压的7到21V的 用5V的话就不行 它对应的这个线的话呢 它是插在这里12V 这地方是12V 如果是5V的话呢 实在 如果是5V的话 它必须要把这两根背光的线 插到这个地方的5V去 那我们现在按照刚才 所选择的那个编号 我们可以试一下 0.3的编号 确认 电源 就可以正常显示 好 我们现在换一张屏 我们现在换一个屏过来 我们重新做个演示 譬如说我们现在换成这个 比156HW02的这款屏 我们从头可以再来一遍 比156HW02 同样的进入这个 屏库的资料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看它的点分辨率 它这个是1920x1080的 这是提取的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也是背光电路的话 它是集成的 升压模块的话 也是7到21V 我们一般的话 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我们公用的那个标准线 用的是12V 信号到底是LVDS 信号小的是LVDS 两路 六位 面板的电压是3.3V 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要 选对相应的平线 这个是叫双六位 两路 六位 就是叫双 两路就是双路的 双六 对应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D6 就是我们这边对应的就是1920x1080双六的这个编号 用10的编号 这个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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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这样子 对应当下的编号